目中出土的琳琅满目的玉器 奢华非常的串世 光芒瑟瑟的精气 他们能够最终确定目主人的国别身份吗 2005年陕西省寒城市梁袋村经现大面积屋墓群 在这三万多平方米的土地下 竟埋藏着大小121座墓葬 其中第一阶段勘探出的19、26、27、28号四座大墓 尤其引起考古队队长孙炳君的注意 据以往的经验判断 这是典型的西周末期的诸侯国墓葬群 目前在已经开决的19号大墓中 出土了女性佩戴的串世 及带有瑞国字样名文的青铜器 而韩成一直是春秋时期的梁国所在 为何在此出现带有瑞国字样的青铜器 只有期待临近的26、27号大墓能早一天揭开这个秘密的真相 其实就在2005年5月开始发掘19号墓的当月 27号大墓的发掘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由于27号墓的规模巨大又是双墓道 因此发掘工作的进展同样缓慢 但是19号墓中留下的种种疑问 令孙炳君迫不及待的想从27号大墓中找到最终答案 就是27号大墓它有这些东西 我可能对这个墓地的性质判定应该是最有合复力 它墓道最大南北60多长 它有两条墓道 等级也最高 所以就是19号墓发掘进程过半的时候 27号墓也就开始了 所以就是到了这个这个27号墓 19号墓发掘到大概就89月份的时候 周边还有些不安定的 不安定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 2005年8月下旬 19号墓的发掘工作已接近尾声 此时27号大墓刚刚发掘至果市顶板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出乎所有人预料的事 一天梁带村古墓群文物保护管理所又接到一个举报电话 有人发现就在距考古现场近80多米的冲沟内 有一个新挖的大稻洞 自考古队进驻梁带村以来 由于防护严密 盗墓贼大多已销声匿迹 难道此时又有什么变数 令他们铤而走险 捐土重来 这些盗墓的 他基本上可能也 每天我们在这儿挖大墓的时候 发掘的时候 围观的群众很多 盗墓的可能也加插在围观的群众里面 到现场可能也看了 他一看这个墓葬是一个中磁性的墓 这些盗墓的人有好多人常年盗墓 他们也学习嘛 他们一看着也知道下边没有被盗 肯定埋藏了大量的这个珍宝在下 那么27号大墓是否已经被盗墓贼所盗 这一突然事件 令在场的每一位考古队员的心情都格外缠重 大墓到底是否被盗 谁也不敢轻易下定论 但也因此 考古队不敢再有丝毫的怠慢 决定立即向省文物局汇报寝室 组织人力同时对26号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26号墓的位置都距19号墓约8米 西距27号墓仅3米 正处于19、27号墓之间 墓的形质与19号基本相同 都属于丹墓道的周代大墓 唯一不同的是它与27号大墓的距离更近 所谓周代这种形的大墓 也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甲子形大墓 甲子形大墓顾名思义 就是像一个甲乙柄的甲子 那么它是在墓室的一端 接一条斜坡墓道 这个斜坡形这个就是墓道 左前方的长方形的方坑 就是大墓的墓室 那么周代的墓葬 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大墓的形态 其实周代的墓葬从整个形式来看的话 也不复杂 也不复杂 就是一个墓室 结于墓道 但在当时的具体墓葬建造的十一过程中间 它也是非常艰难 因为它把土全部挖上去以后 把仪式搞完 把下葬完 东西随葬品放完以后 然后顶上国际的盖板再盖上 盖上以后 土从上半再挥弹下来 而且每一层每一层它进行恒大 一般一层就是十多公分一层 所以这个从国板以上 从这个板子以上 就是实际上大约就是从墓底向上两米地方 这底下实际上是空的 两米以上 所有的土全部挥回下来 所以这个墓葬当时发结的时候 这个亨土 亨的还是比较密实 尽管27号大墓早于26号发掘 但由于27号的形制实在过于巨大 反而被26号的发掘进度所超越 而26号墓葬是否也如19号一般 同样保存完好 也是始终盘旋在孙炳君 及现场考古人员脑海中的一个疑问 事实上 对于孙炳君来说 26号大墓的发掘 是一次特殊的经历 这个26号墓发掘也非常有趣 这个26号发掘过程中间 断定成墓葬保存好 它不是从我们发现东西以后才断定 是发掘在过程之中就断定了 它保存非常完好 怎么又非常完好呢 它在这个26号大墓是从地表向下挖 挖到三分之二左右的位置的时候 它墓是中央的地方 它有一个土的一个下陷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的话 一面墙 如果底下套一空洞的话 上面砖如果不错缝 就直接屏缝的时候 你看它转踏的时候 它不是一下下来 它一块砖一块 往下掉 它掉到最上面一块砖 能支撑就是它支撑了 再支撑它再掉 它一打踏 其实这个土原来是一样 它往踏成这么一个状态 从侧面看这么一个状态 这土上一点点往下掉 那么咱挖到这个底面的时候 它这个力量支撑不住 下坐 所以这是判断这个墓葬比较好 这个墓葬保存比较好 其实十几号墓里面 当时也有这种现象 只不过这土下坐 在发泄过程中下坐这个力量 它不明显 第二十六号最明显 所以就这普通的一下子 让咱们心里不是提心吊胆 是特别高兴 而且对这个墓葬 存了更大的希望 这普通的一生 给孙炳军带来了希望 希望之后是他们的期待 这座保存完好的大墓中 是否埋藏着令人更加惊叹的西式珍宝呢 当二十六号墓发掘至果室顶板时 首先出土的依然是象征身份等级的铜纱 接着在果室的四周 又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 然而这次却是令人更加惊喜的五只大顶和四只鬼 这标志着墓主人的身份 瞬间就被圈定在了大夫这一等级之中 仅次于诸侯 因为此前考古人员是在十九号墓中的青铜栗上发现了名文 所以这一次他们依然把关注点聚焦到了刚刚出土的青铜栗上 果然不出所料 在青铜栗口部沿着逆时针方向 再次发现处有一周十八字的名文 那种是 瑞太子白作为万宝利 离子子孙孙永保永享 十九号墓出土了瑞太子的名文 而二十六号墓出土的名文是瑞太子白 孙敬军据此推测 瑞太子顾名思义是瑞国的一个太子 白很可能就是太子的名字 二十六号墓中出土了五顶四轨 二十三件青铜礼器 而十九号墓陪葬的是三顶四轨 就是从青铜礼器的数量上看 也比十九号墓多了五件 如果按列顶的数量来定等级的话 那么正如孙敬军所推测的 二十六号墓主人比十九号墓主人的身份 要高一个等级 二十六号墓中到底埋藏着什么人 他的身份是什么 又将会出土哪些西式珍宝 二十六号墓光国的腐烂程度依然严重 在关中没有发现一块完整的尸骨 就在考古人员一点点剁开那厚厚的朱砂和腐朽物时 跃入他们眼连路 竟然是一块块精美的玉器和大量的窜石 当他们拿起这一件件来自三千年前的珍品仔细端详时 赞叹之余不免一斗同生 这墓中埋藏的到底是什么人 究竟什么身份的人才配得起这如此奢华且琳琅满目的佩藏品呢 从头顶这部分开始 一直到脚下踩的都是鱼 数量非常巨大 单脖上挂了四串 手腕上都带两串 手腕再握一串 光这一部分放三串 数量极多 脚踝上脚下踩 另外在牧主任右手这一侧 根据清理那个漆皮 因为当时应该有个漆木的一个木匣 它的木胎部分也完全不久了 根据漆皮的痕迹来推断 它当时有两个小木匣 因为这个漆皮所处的位置 正好有很多细小的碎鱼 就像有些残器 说明啥呢 说明当时牧主任把这些残器的东西 他放在这个木匣里面 也一并碎成了木的 二十六号目中 供出土各类玉器 五百七十一件 而且几乎所有的玉器 都保持在下葬时的位置上 这象征身份等级的 七黄连珠像是 有一件圆形玉佩和七件玉黄 和七百二十七颗玛瑙珠 穿连而成 从牧主人的颈部 一直延续到膝盖处 左右手腕部还佩戴着玉手镯 及万事组配 手中有玉卧组配 虽然看不清牧主人的躯体 但可以肯定下葬时 牧主人的尸体上几乎 富满了玉器 牧主人生前对玉的喜爱程度 到了如此痴狂的地步 实在是令人费解 他是如何得到这些琳琅满目的玉器呢 他生前有着怎样奢靡的生活 与葬在一处的十九二十七号 牧主人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按照现在这个学界研究这个 这个玉器专家得到的一些结论 看的话 礼遇比较多 配遇比较少 这可能是男性 就是诸侯 配遇多 而礼遇少 所以这么一个情况的判断的话 这个牧主人可能也是个理性 难道二十六号牧主人可能又是一位女性 这也只是孙炳君的一种推测 因为二十六号牧中始终未见兵器 陪葬的配遇又极为丰富奢华 考古队员又回过头来 在出土的青铜器上寻找线索 这些被绣迹和泥土包裹着的青铜器 会不会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就在他们一件件清理掉 青铜器上的泥土和绣迹时 竟然真的又有了重大发现 在青铜岩 顶 鬼 湖 四种器物上 相继发现了明文 内容是 仲将作为皇宫尊严 仲将作为皇宫尊顶 他明文上写一个给皇宫做的祭祭 就说明和皇宫关系有比较密切 为什么说的 他有权利的 他给皇宫做的尊顶 他比较四种器物上 都注入明文 都是给皇宫做 做尊顶啊尊鬼这些东西 那么按照尊顶尊鬼 这个学生也理解的话 就他给另外那个人做的是祭祭 就他主导的祭祀权 这古人咒造极其权 就是掌握了很大的权力 就说明当时在皇宫先死 皇宫死了以后 他来主持皇宫的这个 丧葬 丧葬这个礼节 他独办 独造 当然后来他晚死了 他把这个独造这些东西 回来一创 他两个礼节 更令孙炳君惊奇的是 在这四种青铜礼器上 竟然同样出现了 重江两个字 它会不会就是 墓主人的名字呢 再者 为什么在26号墓中的青铜器上 出现了瑞江 两国的姓氏 他们之间又有着什么关系 孙秉军 不得不再次回到历史文献中 去寻找答案 他左段上所记载 史书上他就写瑞江 就把他娘家 婆家放钱的 婆家是瑞 娘家是江 这是一家史书记载 一般称呼女性的一个标准 那么在青铜器上表达 人家可能当时都知道 他是谁 26号墓主人 和左段记载这个瑞江 最为解析 因为从这个 时间上就非常吻合 时间上非常吻合 时间啊 它就是公元八十几初 咱们这个墓葬 出这个时间啊 也就是咱们端定的昆仇早期 也就是八十几初 这个时候 但从这个单独时间上来说 可能比较吻合 如此看来 26号墓主人 极有可能就是左传中所记载的 冗江 而且是为位高权重的女性 那么26号墓的青铜器名文中所提到的环宫 会不会就是27号大墓的墓主人呢 孙秉军他们在墓中进一步发现了什么 这些器物能够帮助他们进一步断定大墓的国别吗 如果说26号墓中出土的青铜器 预期能够证明26号墓主人的身份等级 要高于19号墓主人 那么这两位墓主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会葬在同一个墓地 会不会真的就是27号墓主人的两位夫人呢 在27号大墓没开决之前 谁也不敢妄下结论 就在考古队员们开始清理26号墓棺床上的玉器时 在棺内的东北角竟然挖出了一件体型巨大的玉珠笼 这一意外的发现令所有人感到震惊 这个玉珠笼将近十四公分高 那么这么大体验的话 就是目前国内就是存世的这么多红山的玉珠笼里面 这方面里面也排名前几名 从体验来看 那么这件当时在红山文化里面 也算红篇聚集了 所以在那个红山文化这个里面 也这个冲击 那么辽河流域的产物 怎么会跑到相距几千公里的黄河流域来 怎么会出现在梁黛村的周代墓葬中 墓主人又是如何得到他的呢 这件重器的话 你要说是当时的贸易 或者这个话说不通 贸易不能把这个国家的这个 制度性这些东西都当贸易 是不是跟战争一类东西有关系 传算黄河流域 所以这个瑞江得到的东西可能显得比较珍贵 他实际上是放在他头顶 放在他头顶部位 给的玉珠龙 他给玉珠龙待遇 实际上已经比较高了 二十六号墓中的玉珠龙的渊源可能将成为一个不解之谜 兄柄君注视着覆盖在墓主人身上的奢华玉器似乎若有所思 似乎又有所发现 眼前的玉器数量之繁多 种类之庞杂 等级之高端 就是拿来与近年国内商周考古相比较 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当考古队员们腾出精力 把一件件玉器清理干净 恢复原状之后 呈现在眼前的景象 令他们再度陷入兴奋喜悦之中 几天之后 一件预暖引起了孙炳君的注意 像往常一样 他拿起放大镜仔细端详 就在上面发现了刻着的几行小字 尽管字迹有些模糊 但依然能够看得出小晨曦三个字 第四个字实在辨认不清 它的重要性在于 这是自十九号幕发掘以来 出青铜器明文脉 第一件刻有文字的器语出现 这简直令孙炳君百思不得其解 那么文字中的小晨曦是什么人 这刻有小晨曦等文字的预暖 怎么会出现在仲将的目中 他们之间到底有着什么关系 就在孙炳君查阅资料时 竟然意外地发现 在河南三门峡周代国国木秃土的器物中 有一件玉哥同样刻有小晨等文字 而且资料中显示 小晨是商代一位高官的官名 这个小晨也是商代一个高官的官名 西是一个人名 这个东西原来在三门峡也发现过 就说明这个二十六号的墓主 可能还是比较大的一个仓家 现在就是一个大的收藏家 再加上商代运气不是被周代灭亡以后 这商代运气很多 当时在昭哥攻破城以后 周人把商代的运气就抢走了很多 当然这件东西 由于某种这么辗转传的原因 可能会到达瑞江的手里边 所以瑞江把这件东西也藏在他的大墓里边 由此可见 二十六号墓主生前尽享荣华 不但有得玉的能力 还有赏玉的品味 但是墓中出土的玉器大多为装饰性的配玉 礼遇较少 也未见兵器 因此 以考古学界对两周大中型墓葬中 随葬兵器多为男性 反之为女性的常规推论 就愈加确定了二十六号墓主人的女性身份 而二十六号墓出土的青铜名文 仲将作为皇宫尊敌一句 实际上就点明了 这位墓主人可能就是左传中所记载的仲将 因为二十六号墓的陪葬器墓 精美绝伦 才令人对位于他右侧的二十七号墓 更加充满期待 食品安全关系民众身体健康 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背后 究竟真相何在 食品安全领域权威陈军时 为您揭开民局 2005年9月中旬 就在考古队员们还未清理完二十六号墓中的大量随葬品时 孙炳君注意到 正在咫尺的二十七号大墓 已经发掘到了果板的位置 当看到这一块块腐朽的果板 依然整齐地排列在果室上时 他长长地抽一口气 几个月来 一只玄珠的心 似乎也放了些许多 因为这恰恰证明 梁戴村这座最大的墓葬 依然保存完好 没有受到盗墓贼的掠夺 算是有惊无险 这墓葬之所以保存应该完好 我们可能是墓葬的中央 它有一个大的灰坑 所以当时的垃圾坑 这个垃圾坑什么时候 垃圾坑是汉代的 出了汉代的一些体系 汉代的一个淘气残碎的东西 可以看到这个汉代的东西 这个汉代的人在梁戴村也生活过一段时间 也有一部分汉代人 梁戴村也有个别的汉代墓葬 这个坑是不偏不移的 就挖在27万墓室的正中央 它挖的比较浅 它对墓室底下没有破坏 那么这个灰坑可能对它保护也有点作用 至少后期有些盗墓的话 一探也是灰坑 它也不再挖 因为灰坑土一般的灰 墓葬土一般的是花土 都是泛黄 所以也有这个作用 另外这个墓葬里面还有个情况是 就是在这个墓葬填 回填完以后 接近到地表 当时地表填完了 工作基本搞完的时候 这个他要进行一些祭祀活动 祭祀活动后 他把有一些玉啊 他要打碎 他把有一些玉器啊 就扔在了 距墓口非常近非常近的位置 就是也就是今天说 距墓口几十公分的 这个位置 还出现了一些遇气 那么从这上面也能看到 这27万墓葬 可能也没有被盗 如果被盗的话 这有些遇气可能 也有可能 都会把他盗 看样子 这座大墓在历史的沉浮中 侥幸地存留了下来 而如今 穿越三千年历史的27号大墓 能否给梁戴村墓葬的国别 及墓主人的身份等一系列问题 以终极解答呢 现在27号大墓的果板终于被揭开了 所有人都期盼的这一天了 就在考古堆员们开始发掘果实四壁的时候 那渐渐露出的器物 令他们既有些失望 又有些质疑 怎么会在果壁上出现了 在他们看来已经非常熟悉的创信 难道这又是一座女性墓葬 几天下来 依然没有什么其他新的发现 看样子 孙炳君的期待 似乎再次落空了 然而 越是失望至极的时候 希望却往往出乎意料的突如其来 几天后 在果市的东北角 终于出现了兵器 这是孙炳君盼望已久的 虽然只有五只青铜鸽和一件青铜玉 但深埋于地下近三千年 他们依然保持着婚礼的任口 这一重要发现 终于打破了长期以来 对墓主人身份和性别的志 因为在十九号墓和二十六号墓中 都没有出土过兵器 古墓中是否陪葬有兵器 又恰恰是考古学中 用来断定墓主人身份性别的重要意见 目前孙炳君他们 也只是根据二十七号大墓的形制 和墓中出土的兵器 来推测墓主人 有可能是瑞公 这也是他们一直以来所期望的结果 因为二十七号墓主人的身份 是决定两代村墓地国别问题的 关键所在 现在到了发掘果室南部的时候了 孙炳君小心翼翼地将土层清理干净 近两千余件青铜车马器 呈现在他的眼前 在果室的北部 考古人员又新发掘出一面青木剑谷 红黑相见 试以龙纹 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领乐器 随着兵器 剑谷和大量车马器等 象征威严的器武出土 墓主人的身份等级 迅速被锁定在了一个 极为狭小的范围之内 大墓的发掘工作 也在一天天地往前推进 时间已经到了十月下旬 为了在入冬前完成 二十七号大墓的发掘工作 考古队员们几乎日夜不停地 轮流捣换着工作 险奇的是 一连几天下来 目中一直没有什么更进步的发现 然而在一天夜里 当孙炳君发掘两果之间的时候 一件青铜器预入他的眼帘 孙炳君焦急地拨开上面的涂层 竟然是一件完好如初的青铜银浴器 一连几天下来 在果市四周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 这是孙炳君异常兴奋 在清点数量的时候 呈现在眼前的七顶六轨 更让考古人员确信 埋藏在二十七号墓中的墓主 写朱侯 孙炳君和队员们 开始在明鉴青铜器上 仔细寻找着他们期待已久的名闻 终于在一件青铜鬼上有了新的发现 提取后经过清理 名闻显现了 内容正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六个字 瑞公作为驴鬼 就在这个青铜 青铜这个鬼干的桌子里边 发现了有六个 筑里六个名闻 就有六字 就是这个瑞公作为驴鬼 他是点灵敲响 瑞公 那么至此啊 这第二次的目的啊 是瑞国啊 应该是确定无疑啊 这么大的墓葬 不会是拿别的宋的东西来代表太神 对吧 有没有这些都是宋的东西 拿别的宋的东西来代表你 你本国 你国军你是至高无上的 拿人家东西来代表你 有时候咱举个不强样的例子 一个国家一个什么宗族死了 实际上盖给别的国家国旗 这个东西你简直是无法理解 这个错误不可能算 那么至此就说他是瑞公 他是瑞公 那么就说明这个国家是瑞国 所以把它给梁国的问题 我觉得到这也就彻底就 就怕死了 就不会是 不太梁国了 一样可能都没有了 所以这27号大墓里面 首先一大公钱就是大公钱 在27号大墓中 仅出土的高等级青铜铃器 就有22件 另外在青铜顶 鬼 湖中都著有瑞公 座器的名文 在整合了26号 27号两座墓葬中出土的 青铜器名文后 终于得出了27号墓主人的身份 他就是一代瑞国国军 瑞环公 至于古瑞国的历史 却依然是个谜团 官室的发掘即将开始 不知道这尚未揭开的官板下面 究竟还埋藏着多少秘密 由于官板腐朽严重 考古人员只能用竹签 一点一点的将它剔开 一连几天繁琐紧张的工作 让孙炳君显得有些劳累 第二天稍晚 孙炳君打算把官室的中央部分清理完成后就收工 然而当它小心翼翼地剥开花头层时 一件类似环状的物体就露出了头 这27号大陆出土的东西是最最幸福 那么它除了富富之外 它有很大的意义 那么单说铁器 那么这个铁器中国出现的时间是最重要的事 铁器中国什么时候出现 后来我们把铁器拿到北京大学做了个测试 做了个科学检测 发现它是人工液体 这人工液体就有意义了 这就是你掌握液体技术 你光整运体就行 你天上吊那东西就行 像以前河北搞那个 商贷的那是运体的制品 这是人工液体 而且出现时间比较早 在西春秋早期 那么再狂算一点 它的流畔过程 甚至还有可能到西州沫 那么这个事件 正好和三门峡谷目的出现 测试西州晚期那个东西 时间短差不多 和几乎屋地出现差不多 那么这样的构成啥情况 就是这三种目的出现 中国最早的铁器 这三个地产正好围绕着 现在山西的中条山来进行 就预示 可能中条山当时最早 中国才铁皇才 中条山 所以这就是给他们 开启一个中国 即将迈入 我要说叫即将迈入 崭新的铁器时代 在这个序区 如果说27号墓中铁的出现 把中国进入铁器时代的时间 前推到了西州墓器 那么金器的出现 则令世人大开眼界 孙秉军在墓中 首先发现了一件金剑鞘 和一件金环 随后陆续出土的金器 达48件之多 从出土数量到造型工艺 都十分罕见独特 在已开掘的周代大墓中 也算得上是各种巧处 他们大都配于墓主人的躯体上 尽管躯体早已融入泥土之中 但金器却依旧灿烂如新 尤其是腰部系着一条 由十几个金环组成的腰带 佐证着墓主人生前的显赫地位 而这件有着尖惠圆眼 酷似一手造型的奇特器物 射 作为周代贵族拉松高贤的装饰物 同样是墓主人高贵身份的一个物账 2005年10月 长达半年之久的凉带村大墓发掘工作 已经进入尾声 这三万平方米的凉带村大墓 堪称迄今为止国内出土器物 最丰富的周代大墓 然而最有价值的出土 还是集中在编号19、26、27 三座墓葬之中 可以断定 其余117座小型墓葬的主人 极有可能是瑞国的平民 没有更多的发掘价值 从已经发掘的情况来看 27号墓主以七顶六轨的陪葬规格 被确认为瑞公 26号墓主的名文显示 是为瑞公做祭器的仲将 也就是他的夫人 而距他们不远 最先发掘的19号大墓的主人 则被推断为一位女性 根据墓葬的排列形式 她应该是27号墓主的另一位小夫人 孙炳君最终推测 这三座墓葬应该是瑞国国君与两位夫人的 易学合藏墓 三千年间 瑞国国君和他的两位夫人 以黄河青山为伴 但是挖掘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墓中抽筒的器物简直可以用单锅来形容 根据种种蛛丝马迹 孙炳君推测 这极有可能是一位瑞国废君的墓葬 但由于曾经的诸侯地位 仍以大墓的形制埋葬于此 至于三千多年前 瑞桓公 洞江 废君之间 到底发生过什么 实际中记载的古日国遗址 在陕西大利又如何解释 还要等到两代村陆续的考古发掘 才可以确定 而这也是考古学家孙炳君 目前的主要工作 通过考古发现证明 两代村的三座大墓 是瑞国国君与两位夫人的 易学合藏墓 墓中 青铜器上的名文和陪葬列顶的数目 则应当是证明 墓主人身份最有利的证据 也为研究诸侯丰国史 提供了相当珍贵的实物资料 但对于整个两代村墓地来讲 这只是冰山一角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 古瑞国之谜将会逐渐被揭开 好的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家 让我们下期同样时间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